王上 境外十大战神 且百万雄师 陈兵北京 就算您是威震天下的郑北王 此番前去也必死无疑 不用再劝了 我是下国的郑北王 北京战狂不服 我那四个徒儿生死为母 我是下国的最后一道防线 不能退了 纵使是死又如何 王上 既然你已经决心赴死 那我求你一定要为下国留下血脉 谢王上留下血脉 可是我已经有了灵儿 王上 血迹赤灵早已随四大战神 一同出战 如今恐怕已蛇在北京 墓北之心破釜沉舟 您吃饭生死为母 不为自己着想 但也要为下国着想 王上 对不起 你叫什么名字 你是自愿的吗 嗯 死战功成 不必再往 虽死无悔 随死无悔 银儿 无双 你们这是在干嘛 你事情大门呢 师傅 你还不知道吧 顾北之战 四大战神除我之外 进阶战死 北方 恒江和永天他们都死了 四大战神之后 你是最弱的一个 告诉我 你为什么还没死 师傅 你身受重伤 筋脉寸断 你还是儒雅激动的好 我的傻男人啊 你还没意识到 这一切都是一个局 一个针对你 哎呀 你这个坏蛋 你师傅可在旁边看着我 这样不是更自禁 以后你就是我的女儿 你出来 都没爱过我 我爱的人是赵都双 他现在是华夏唯一的战神 而你如今只不过是一个阶下旗 安心去见你的阎望去吧 我的镇北王 来人 赶紧把这个野男人给我扔出去 这个废物 已经在咱们徐家白吃白喝了整整八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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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走 啊啊啊啊 啊 臭牙子 咱们徐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八年前你莫名其妙失了身 还给徐家生了这个小女子 后来 你又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带回来这个昏迷的野 男人 在咱们徐家白吃白喝了整整八年 你还和他说什么话呀 还不赶紧把这个野男人给我扔出去 坏人你别当我妈妈 啊啊啊啊啊啊 混账 他可是熟猫系 你要是弄伤了他 韩少巴黎的屁 他醒了 这个野男居然醒了 我在哪 我是谁 我叫叶行苍 你们是谁 你的住宿费 伙食费 医疗费 杂七杂八加在一块 我们要你五百万 我没有钱 我什么也不记得了 什么 你没有钱 你在我家骗吃骗喝了八年 你现在告诉我没有钱 你 来人 赶紧报警 把这个骗子给我抓走 妈 等等 我看这人脑袋也不太好的样子 这么多年 因为姐姐是哑巴嫁不出去 我看 不如就让他和姐姐大伙过日子 这样 还算是我们徐家招了个免费的上门女婿 爸爸 爸爸 算是便宜你臭小子了 哼 妈 几个茶 没规矩的东西 入赘的女婿 警察要跪着 我徐家照顾了你八年 要不是我女儿把你从外面救回来 你早不知道死哪去了 你还不赶紧跪下 忘恩负义的东西 为了报答这个女人的救命之恩 我认了 爸 请喝茶 嗯 咱可提前说好了 这入赘呀 有入赘的规矩 第一 孩子得跟徐家行 第二 徐家所有的家务 以后你全保了 第三 以后徐家任何时候不需要你了 让你走 你随时就得走 这样 从今往后呢 你就是我们徐家的女婿 我们徐家呢 在燕城 也算是个大夫人家 所以以后 你的一言一行 都是代表我们徐家 以后说话办事 你一定要注意 爸 我知道了 瞧他那窝囊的样 我一个太见我就来起 哈哈哈哈 徐月儿结婚 怎么没人通知 我一下 你这是一份 哈哈哈哈 你算什么东西 敢在我的女人面前撒一眼 这哪有你说话的份 哎呀潘公子 你咋过来了呢 我徐家呀 就是收一个上门女婿而已 这还老您亲自打架呀 好了少废话 我的货呢 是来他货的 哦 是小 熊猫写的叔叔好行 来到叔叔这边来 哎 拍张爷 今天是小女的婚事 这个改天再拿吧 你给我闭嘴 啊啊 要不是 臭 这小丫头我早就在 吵 车 啊 啊 啊 你很喜欢抽血是吧 一个到城市 没人于是 你敢扎我 知不知道我是谁啊 我虽然不知道你是什么东西 但想听这种扎人 我之前一直 一個小別三 你快去回味我往回代價 龍腳散給我謝了他兩天 是少爺 這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怎麼說 原來是個雲要望天候啊 這個倒彈的今天落到我手裡 有了 還有你們徐姐 這是你們徐家女婿 今天必須給我個交代哎呀 你個掃把心啊你呀 你還不趕緊跪一下跟潘少道歉啊你呀 哎呀潘少 他就是我徐家在路邊 獎來的一個廢物呀 你看著我徐家的面子上 你大人不計小不過 別和他一般見識 給你徐家面子 我江南省第一家都 屁什麼給你笑笑徐家面子啊 潘哥哥這是什麼風 把潘哥哥給吹來了 這麼長時間不見人家都想死你了 每個月都來抽血實在是太麻煩了 要不這樣 你們把這小羊都交給我 這事就算了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敢 我 我命 這被我親自奔布 凡是持住北王陵者 讓人見你 下方萬民 往上果然沒有死 馬上過去了 北王陵終於安逸了 可是 往上七夕怎麼會如此 能是如此 往上用力氣帶上白皂金骨丹 即刻趕往監戴上 仗戰奸孽 下法萬民 千人知道 還不跪下 少爺這不過是一塊主尊的靈牌 這被王已經死去八年 你給我閉嘴呀 這被王雖然死去多年 但是他約又在 他手下無序男人一世 隨著這個人 這死 而且這被王是我這輩子最佩服的人 他在我心中 就是誰啊 道歉 張嘴 小子 言太德真禁止 他真以為拿著雞毛當一劍 打還是不打 打 你說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那我就掩護住 好 我知道了趕緊走吧 我 我已經有女人了 不會再接受其他女人 我答應入追許家 只是為了報答你救命之恩 你的心意我領先了 我知道你是個雅了 在許家的日子過得並不好 我不會讓這種局面持續太久 我一定會改變這種情況 也能讓你說話 等到那個時候 我一定要離開許家 少爺 我托戰神殿的人查過 鎮北王在世的時候 是發不過了一塊兒的 一塊兒 隨身携带 另外一塊兒 賜予了他的御用神醫 陳楚凡 兩塊兒北王令之間 可以相互感應 你的意思是 少爺 我的意思是 北王令隨鎮北王女能消失 另外一塊兒 這些年也偶有現世 徐家那個倒叉門女婿整整昏迷了八年 除非 除非他 否則他手裡的那塊兒的王令 一定是假的 這傻瓜 還敢給我下跪 少爺 你的病又犯了 這就去把徐家的那個小處子 給你抓來 奶奶 今天我們去哪裡玩呀 把這個小處子撞著車 把這個女的一塊兒對我撞著車 走快快快快快 你叫什麼叫啊超死了 啊啊啊啊啊啊 你叫什麼叫啊超死了啊啊啊啊 你要叫就大聲點叫啊 不會連女兒的名字都叫 換開他們 我可以饒你啊 就憑你 拿了一塊破的北王令裝使的 有本事你媽正被人叫 他可是我鬧不上 你要是能把他從地獄裡叫上 我給跪上 奶奶我來救你 龍九別把他弄死 我就好好找 去 你個廢物也敢跟我做 有在 你個廢物 老經紀都當個人面 幹你的女 讓你知道羞辱我的代價 快快 就快到了 王上的賞識更重了 即刻把白草雞木丹送回去 王上 你一定要謹慎 啊啊啊啊啊 你叫什麼名字 嗯 你是自願的嗎 嗯 你就是八年前限制於我的那個女人 原來是我的女兒 我想起來了 我什麼都想起來了 我是真北王葉行僧 八年前 墨北之章我被我徒弟陷害 金牌寸斷 雖然會死 但我還是會拼命 月兒 我來的 我就算是拼了命 也要救你們出去的 住手 吳祖 出犯 你受傷了 這是我給你特製的白草筋骨丹 扶下他 你身上的傷就會痊癒的 你身上的傷害 小野 這小子 看起來有些不太對勁 哎呀龍九 你可是龍寶排名第九個高手 這小子 能真是神呢 你準備好怎麼死了嗎 嘿嘿 雅巴狗戴串林 裝什麼大神口 就憑你 也想讓我死 你也配 容金了 這種小人物 不值得您動手 我來對付他 不用了 憋太久了 我該死定了 在我手裡 連三招都過不了了 臭臭 也敢口出狂言 這次 我一定不會放過你 再往前一步 死 這不可能 你明明這是個倒茶門的廢物追血 他不是你能詆毀的 玉兒 你沒事吧 有沒有受傷 接下來該有事 就是你如我妻子 傷我女兒 你說這筆賬該怎麼算 你不敢殺我 我是省城第一家族 潘家的公子 我潘家上屬龍門 下俠百家 龍門可是由當今戰神 趙無雙所創 而你陸墜的徐家 不过就是我下屬家族罷了 王上 夏國現在按劉勇動 不可打掃惊蛇 把這個廢物給我帶走 山不賺水還賺 咱們後悔有期 十天之內 我要看你跪在徐家 登門道歉 是 皇上 你女兒失去 有生命危險 走 我們再買 你家 這個愛千刀的孫子 除了楠楠這麼多心 她怎麼能對一個孩子如此恨心 你是我的御用神醫 一定能救我的女兒對吧 王上 教父我難為無密之處 現在唯一能救你女兒的方法 就是書心 夫人 南南的血型是熊貓血 這種血型萬中無疑 您的血配不上 那怎麼辦 王上怎麼忘了 您就是熊貓血 南南的熊貓血 是遺傳之年史 我怎麼不知道我是這種血型 您當然不知道 您是朕被忘 獨坐北境 卻能威懾八方 多年征戰 卻未嘗一般 甚至 沒有受過一次傷 還沒有留過一滴血 別廢話了 趕緊抽我的血 南南也是因為遺傳了我的血 才遭受您的 是我對不起 南南已經脫離了生命危險 是好 這些年來 我的部下都怎麼樣了 叔叔下無能 戰神招無雙 傳出了您 戰死的消息後 便接管了您 與另外三個弟子的舊部 便創立了龍王 您與葉家 滿門28條人命 殘遭滅門 叛途 該死 我的朕美部如何 朕美部部下 不相信您已死 便受到了趙無雙 瘋狂地打壓 於是我們便紛紛著 退隱幕後 這八年來 一直在暗中發展 等待王上您的歸來 您做得很好 無必思索 只要王上一聲令下 朕美部必將揭竿而起 再次歸來 推翻趙虎霜 告訴他們 繼續折服 現在若是與趙無雙直接對上 下國必將再次獨亂 現實反而給了低谷可乘之際 我要為下國著想 為下國的子民著想 呦 姐夫 你還有心思葛這兒閒聊天呢 我姐姐現在正跪在我爸媽面前替你受罰呢 跟我跪下 哎呦你個掃把星啊你啊 你還有臉回來 你知不知道 你看我們徐大人來了多大的貨 姐夫可是神氣的很 不僅打了潘少 還要讓潘少登門道歉呢 過幾日是潘府的寿宴 到時候你帶著女兒跪在潘府面前 陪禮道歉 直到潘少原諒你 再帶那媳婦跪回來 那個姓潘的抽走了我女兒的血 還要當著我的面羞辱我的妻子 我憑什麼道歉 該道歉的是她才對你 你 哎呦 人家潘少是什麼人啊 你又是什麼人 你不過是我徐家在路邊捡來的破爛貨 你叫潘少跟你道歉 你也屁 姐夫 你不會還是想著拿著你那什麼北王令 扯著虎皮做大棋吧 人家潘少可說了 那就是個虎人的玩意兒是假的 我看著 阿南南送給安套好了 這樣也拉進了我們和潘家的距離 我發現 你們這群 無論就是潘家演的群狗 而你就是叫的最歡的那個 混蛋 你就是我們徐家招來的狗 放肆 誰給你的擔子 敢如此跟網上說話 就憑我是徐家的家主 就憑她是徐家的商美女 哎呦 你是誰啊 你才醒來了幾天呀 就認識了這狐朋狗友 誰讓你帶他進來的 沒規矩的東西 我沒記錯的話 徐老爺子在死之前曾留下雨 若是能治好月兒的嗓子 就由他來繼承徐下 沒錯 你是怎麼知道的 指望雨兒 來繼承徐家家主的事件 就別想了 原來的啞巴是天生的 沒有人的滯好 哈喽 老爺子在世的時候 為了能讓雨兒開口說話 廣交名義 請了多少忠一聖手 都束手無策 更何況這個阿摩阿狗 我這個朋友 在醫術方面 他稱第二 無人敢讓第一 而你所謂的那些忠一聖手 在他眼都是垃圾 你難道不知道 當今的醫術第一人 乃是鎮北王的御用神醫陳楚凡嗎 難道你的意思是 你的這位朋友 就是神醫陳楚凡 何於是呢 他要是陳楚凡 那你是不是還想說自己是鎮北王啊 若萱 秀得無理 鎮北王雖然死去了八年 但是他也是下國的英雄 那他和鎮北王相提並論 是對鎮北王的侮辱 月兒 我向你承諾 我一定會治好你的嗓子 既然你這麼有信心 那麼這樣 萬一是鎮北王雲兒 到時候攀家壽宴 你要跪在攀府面前 另外 把楠楠也送出去 好 我真懷疑 雲兒是不是你親生的 放心 我有把握 要是我治好他的嗓子 我要你遵從徐老爺子的地處 讓出徐家家主之 由雲兒來繼承 據我所知 徐家當年 乃是鎮北王的下屬家族 鎮北王雲落後 徐家自己衰弱才轉頭攀家 難道昔日鎮北王的部下 會属典王祖 一言為定 我就不相信 你這個阿嬤阿狗 比那些忠義聖手都厲害 我倒是要看看 你要怎麼樣吃好一個 仙天的小雅子 一針足矣 夫人的雅兵 是因為仙天生代壽子 有瘀血阻塞 這一針下去 活血化瘀 夫人很快就能說話了 說得倒是輕巧 要是真這麼簡單 那些忠義聖手 有其會束手無策 他們不行 不代表我不行 夫人 你試試 開口說話 嗯 所謂的人呢 千萬不要隨便說大話啊 哈哈哈 那那我是媽媽 媽媽 你們說話了媽媽 是 是 是是 你謝謝 雲兒的嗓子治好了 答應的家主之位 是不是也該讓出來了 是 好 讓徐雲兒成為徐家的家主也行 過兩天 就讓徐雲兒代表我們徐家 去參加潘老爺子獸宴 等你先過了潘家這句話再說 一言為定 我們走 媽 您和爸可是說好了 要把徐家留給我的 小記者徐家家主 等他們活著從潘家出來再說吧 對下屬家族的挑釁 潘家是絕對不如人 他們死去 無疑是 道善禍 王上 在白草金骨丹的作用下 您的傷已經好得七七八八了 相信很快就會痊癒 這半年來 辛苦您了 是死為朕被亡效力 這潘家 是什麼來頭 潘家 不過是八年前 江南的一個小家族 當王上 因戰死的消息傳出後 趙無雙就開始整頓收攏 下國的各大家族 當其他家族 都還在觀望的時候 潘家第一時間倒向了趙無雙 所以 這個潘家 是我那個乖徒兒 一手不知起來 潘家 不過是趙無雙 布置在江南的一顆重要棋子 不過目前呢 潘家家主潘老爺 得了絕症 已經值得不多了 這些年他一直在追踪我 想要向我求一顆蓄泥 這件事 倒是變得更激烈了 我跟你說過多少遍了 我們潘家作為江南省的 第一家族 最重要的就是臉面 對不起 您現在還病著呢 您身體要緊 既然讓徐家的一個罪序給欺負了 徐家可是我們的下屬家 潘老爺這可跟我們徐家 一條關係都沒有 都是那小王八蛋自己幹的 我們徐家心都是向著潘家的呀 是啊 老爺子 我們可是一直為您馬首實斩 老爺子 我們徐家就是給潘家做一條狗 也絕對不會忤逆潘家絲毫的呀 老爺子呀 你就看在我娘家人是京城 趙家人的份上 你就原諒我們徐家吧 你就是被趙家趕出了一條狗 不過打狗也得看住 你們徐家我可以暫時不動 但是那個小子 我讓他知道 得罪我們潘家的下場 爺爺 我一定能征活的 不得好死 看來 潘家不發威力很久 有小小的罪序 不敢其他我們潘家的頭上 拉屎拉尿 該身外界 直到直到 我們潘家的歸見 孙兒潘九江 祝爺爺八十大壽 線上野山深一隻 祝爺爺俘路東海長流水 給瘦比南山不老多 是你 這看起來 一百年了 你這總是一千萬以上了 哈哈 好好 雖然沒白疼你這個孫子 徐家徐家到 哼 我這要看看徐家這個進序 是怎樣一個消楣 我 我不太會說話嗎 我的小雅巴 以後我來做你的罪 你想罵誰 我都幫你罵回去 我才不是小雅巴呢 慢著 我 我是代表徐家 來 來送後禮的 先是個癢 嘛 現在是個街 你也沒好到哪裡去嘛 他現在是徐家的家屬 而你 不過是潘家的一條狗 有什麼資格在這裡狂吠 一個入坠的窩當廢 有什麼資格來參加潘老年子的壽演 就憑我把你打 像死狗一樣趴在地上 你 幫他進來 龍九 在 告訴我 潘家下屬家族以下犯上 蓋盧 受殺威霸 頂有所倉 這是你們潘家的規矩 不是我燕心倉的規矩 你個廢物聚取 也敢跟我潘家相提並論 我潘家的規矩就是最大的規矩 你認也得認 不認也得認 那我要是不認呢 那我潘家將跟你們徐家中指合作 而且以你們徐家規約做出 光是規約金 就夠你們賠得你朝天了吧 徐允兒 你爺爺生前多疼你呀 我們已經按照你爺爺的遺囑 把徐家交到你手裡了 你真的忍心 眼睜睜地看著徐家 親手回到你手裡嗎 你 你於心何人呀 女兒啊 你就不為徐家著想 你也要為你爺爺著想啊 你爺爺生前可是最疼你的呀 是啊 女兒 你要是不接受的話 那潘家是不會犯過我們徐家的呀 是啊女兒 我給你爸給你跪下了 我們求你了 女兒 爸媽 我 我答應你們 這個法我替月兒收了 希望接下來 你們別後悔 我答應你們 哼 七七四十九下沙威豹 就是個鐵人你受不了 你們要是給他留一口氣 我就只給你們留一口氣 好兔崽子們 把你們吃奶的字都使出來吧 身體 厚 十六十 你還叫 charger 一定正式發整 你腳 李 你還在嗎 啊 手拿兩碗滾油湯 九九八十一步多一步不能多 少一步不能少 而且碗里的油不能撒出 這滾湯的油 只要是撒在身上那還了得 我了 這臭小子死定了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好啊 正式代表徐家家主 徐雨兒給你送了盒禮 小小的徐家那有什麼好東西 這什麼垃圾東西 你是在修辱我們潘家嗎 徐家 你是在這兒糊弄老夫啊 不敢了 潘老爺 不敢不敢 我怎麼會敢的 潘老爺 這樣 我這兒有一個 祖傳的清朝古裕 價值兩百塊 你別浪了 我今天送給你 送給你 你們新上任的家主 可是不是不太合格 避免他沒把潘家 放在眼裡了吧 剛才那個丹藥 是神醫陳楚凡 練就的虛名 你說什麼 這是虛名丹 這虛名丹是什麼 就是這位王玉兄的神醫 叫陳楚凡 他為了那些 立下赫赫戰功的戰士 和戰神 給他們煉製的彈藥 如果是有人得了絕症 或者是即將老死 吃上一粒 虛名丹就可以 墮活五年了 曾經黑市上 有人花一枚美金 所以 您剛剛慘碎了 不 這一定就是假的 你們徐家不可能有虛名丹 你追去更不可能贏 還老意思 您去 您孙子鞋底舔一舔 便知道真假 我有幸遇見過陳真醫一遍 曾出價十個月 跪地苦苦哀求他 賣給我一顆虛名丸 結果 自然是失敗了 他說我沒有資格 說虛名丹只賞賞給夏國 有功之辰 年輕人 你說這虛名丹 是真的虛名丹 潘老 請 您示範之 爺爺 爺爺 這小子之前拿假的表王 你騙過我 這一看就是假的 他一定就想羞辱您 當真 真的爺爺 當時龍舊也在這 徐大哥 我問你 徐家當年 可是這本王的不像 徐家是不是有虛名丹 你也應該知道騙老夫的下場 潘老爺我告訴你 我們徐家 根本沒有虛名丹呢 沒有啊 大男 你這靠著 竟敢欺騙老夫 來人 把他給我點了天燈 哈哈哈哈 原來今天是潘老爺子的寿宴 不知陳毛可否討一杯酒喝呢 是你 你竟然還有毯子來著 他就是一個小角色 是我那個駭人精女婿 在外面認識的狐朋狗友 青森 趕緊把你朋友帶出去 拍了一次寿宴 其實什麼阿貓狗都來吧 都關上嘴 陳生怡 陳生怡您來了 難道他就是 藝術冠絕下國的神怡陳楚凡 這就是傳說中的神怡 陳楚凡 我那個上門女婿 怎麼會認識這種大人物 陳生怡 陳生怡 您請上奏 我讓你送給潘老爺子的 續命丹呢 在他學弟 讓潘老爺子的寶貝孫子 給糟蹋 真是可惜 你這個敗家子 說是您這兒還有續命丹嗎 能跑啊 好 您以為你是鎮北王嗎 續命丹是你想要就要的 說不定潘朗 您孫子鞋底上還沾著點 您去舔一舔的話 不能多活個 五年 也能多活個一年半載 八年前徐家 曾經幫過鎮北王一個忙 這顆續命丹 便是賞賜給 雲兒家主的至於怎麼處理 完全有雲兒家主決定 嗯 這顆續命丹 我代表我媳婦收 住手 這是什麼徐家的丹藥 我 我聽我老公的 你 咱們醜話說在前頭 這顆續命丹 是我代表鎮北王賞賜給有功之辰的 誰要是敢動什麼歪心思 別怪我不客氣 潘老爺子 您還想要這顆續命丹嗎 要要 想要 剛才我瘦了 七七四十九下沙威豹 走了九十九 热月昌 先前潘大公子上問你 如我欺負 您說這筆帳該怎麼做 嗯 潘公子 我之前說過 十天之內 我要你跪在徐家門口道歉 休息 潘老爺 寧可真是白頭的 她說不定太 好人跟家人 你放屁 我沒有潘老爺子 秋香 你明天 帶上龍九到徐家大門口 跪著道歉 慢點走 把鞋子脫掉 這是你的會所 王上 您失蹤這八年來 趙無雙創立了龍盟 在龍盟的打擊下 朕北部全部轉入地下 不論 是地產 餐飲 娛樂 以及各種黑色餐飲 都有設計 換句話說 您是下國的地下皇帝 也不為 這八年來 辛苦你了 我們掌握了下國 百分之五十的經濟命脈 而這一切的準備 都是為了 等待王上您的歸來 王上您是 下國第一陣北王 如今卻成為了 下國的地下皇帝 說來真是造化弄人啊 趙無雙 某國叛族 其罪當諸 但是一定要記住 要以大局為主 這是潘家的所有資料 這八年來 潘家為了爭搶第一家族 犯下了呂呂罪行 接下來 就先拿這個潘家開刀 趙無雙 手下的龍盟盟主 便是趙家的趙秦歡 前段時間 江南行首 傳來消息 朕北令出事了 陳楚凡那隻老鼠 東躲西藏那麼多年 一旦被我抓住 定將他碎尸萬斷 凡是不能為我所用的 只有死路一條 不是陳楚凡 是別人 什麼 完了 師父他真的沒有死 放心 只是一個小家族的 墜序 偽造 堂堂鎮北王 又怎麼會去當一個墜序 你說得對 師父一定是死了 一定不會錯 胡雙 潘家傳來消息 陳楚凡也在江南出現了 他的因素還是有些水平 這麼多年過去了 我們連個孩子都沒有 你說 賤女人 都是你沒本事 你是在怪我嗎 跪 北王力 陳楚凡 潘家 龍門王主 屬下在 你帶著龍衣 親自去趟江南行程 務必把陳楚凡 給我抓來 順便調查一下那個墜序 記住 此次行動 不可對外洩漏風盛 包括龍衣 一有消息 立馬向我回報 是 嗯 岂有此理 叶青瓦 誰讓你拿著徐家的功勞 和那個神醫陳楚凡 判關系的 就是 你在我們徐家 頂多算是一個萬人 那徐名單 是賞給老爺子的 女兒 你還不趕緊把徐名單叫出來 女兒 你眼裡還有沒有我這個爸爸 你們別忘了 月兒才是徐家的家主 現在徐家是女兒做主 你們是想反悔嗎 住口 這裡還沒有你說話的分 難道你心裡打的什麼算盤 我不清楚 別以為月兒當了家主 你就可以跟在屁股後面吃香的喝辣的 告訴我 他這個家主 有名故事 不會報名徐家的產業 公司的股權分出去的 你這個臭小子 你想在我們徐家吃軟飯 那把你的春秋白日蒙去吧 爸媽 潘公子在外面說是要見我們 這是一千萬 密碼是六個八 拿來吧 拿什麼 你小子裝什麼算呢 當然是名單 你這個追求一輩子都沒見過這麼多錢 爸 你還愣著幹嘛呀 你還不趕緊捡起來 難道你真的要和潘家為敵嗎 女婿呀 聽爸一句勸 爸是過來人 哥們你不過大腿呀 多少人想跟潘公子踏上關係呢 快捡起來 快 最後再加500萬 你給你腿子 知足吧 跪一下 道歉 否則我就捏碎他 小子 做人留意些 你拿錢滾 我拿走絮命丹 這樣大家都好收場 我之前說過 要你跪在徐家的門口道歉 這就是你潘大公子求人的態度 你別得他進去 切太甚 少爺 老爺吩咐過我 今天你要是帶不回去命丹 就 廢了你潘家少爺的身份 我只給你三秒鐘的考慮時間 三秒之後 你就別想再拿到這顆絮命丹了 三 二 住手 跪 我跪 麥 還不夠 你還想要怎麼樣 潘家在徐家公司的股權 對外只能有一個生意 那就是我老婆 徐宇恩潘國走我不同意啊 你給我閉嘴 少爺龍條 通知我爺把潘家在徐家的股份 全部轉給徐宇恩 是少爺 少爺一切收血 拿來 少爺從直日起潘家對徐家作出封殺令 我看江南有哪個家族 敢跟你們合作 哎呀 我徐家真是遭了什麼孽呀 招惹了這麼乾淺 遭到我的所有女性呀 哎呀潘公子 你就饒了我們吧 潘公子 你就看到我們徐家這麼多年跟你當你做媽的份上 放我們徐家一條勝路吧 潘哥哥 你可不能把我們徐家往死路上逼啊 徐家要是倒了 我們可怎麼活呀 讓我放過你也不是不可以 潘公子您說 任何條件我們都能做到 少告者江南 將你們這個廢墜序 給我休了 我我不同意 他是我老公 我只認他一個爸爸 你這丫頭 他可不是你親爸 他就是我親爸 潘公子 聽說你很崇拜朕北王 那是此人 整個江南誰不知道 鄭北王就是我的偶像 那你是否知道 鄭北王 姓慎 鄭北王神龍劍手不見我 我的凡夫蘇姿 可會記下他的 所以說 你就是個蠢 你這個廢物追射 不就仗給我幾個弓 有句話告訴我 人外人 天的天 我就是最大的天 碎碎 爺爺怎麼樣 吃了這個蓄米丹 屍體有沒有好一點 沒什麼感覺 可不可以有點甜想吃它 您說這蓄米丹 會不會是強 怎麼可能 那個陳主凡 真的交給那個小子 大美丁 神醫 怎麼會無緣無故的敗和自己的 陳神醫是不會 不過那個小子一肚子壞事 我的好孫子 很辛苦你 不過你放心 現在徐家的封殺 已經展開了 跟咱各大家族 都暫停和徐家合作 夜情仓那狗東西 仗著有幾分功夫 一點都沒有把我們潘家放在眼裡 你哥哥就要回來了 什麼 我哥也要回來了 我哥哥是龍膀第一高手 和他一起回來的 還有一位大人 大人龍膀盟主 趙清歡 就是那個沙發果斗 冷酷無形的鐵娘子 趙清歡 哎呀 快點快點快點 這回信家徹底完蛋 老婆 要不你就救你娘家 你娘家職業現在可了不得呀 我早就被我們趙家趕出家門了 在我們趙家人眼裡 我就是一條 被趕出門的狗想著趙家幫我們 還不如去救菩薩 這都是你手腳的惹的貨 女兒我告訴你 你馬上給他禮婚 馬上禮婚 夜情仓是我爸爸 爸爸和媽媽要永遠在一起 老婆 你嗓子剛好記得多喝水 嗯 喝什麼喝呀喝 你知不知道我徐家要完蛋了 還這樣的事情我會去解決 你不要放棄 喂誰呀 林姨明天早上來機場接我 誰是你呀 跟誰躲進戶呢 你是誰 是我 趙清歡 清歡 好好好 我明天一定派人去接你 什麼呀 幫你消失 是我趙姐的丫頭趙清歡 他來交男了 啊 就是你那個冷酷不停 殺人不眨眼 好生挺娘子的你那個侄女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對不起 小女兒 小女兒 怎麼那麼可怕 你給我記住了 明天你見了他 你就把自己當成一條哈巴狗 你把他填好了 咱徐家的問題就引刃而解了 你要填怎麼不自己去填 你竟說那廢話 我要是敢 他輪得到你呀 明天你哥就和龍猛主一起回來了 你要記住 一定要把龍猛主給我請回來 我親自為他的大酒店大擺宴席 我要為他接風洗塵 好的爺爺 我一定辦他 你辦事 我放心 我哥哥可是龍猛第一高手 我一定要他捏死那個夜景仓 花兒 我已經安排了家人來接機 潘家特地在酒店為你準備一場接風宴 誰讓你自作主張如此安排的 我們是來執行無雙大人任務的 還有 我跟你說了多少遍 以後不許叫我花兒 哼 臭女人裝什麼清高 早晚有一天我讓你在我的胯下 成幻年 我代表潘家 歡迎龍猛門主大駕光臨江南 清歡 給你介紹一下 這是我弟弟潘九江 九江 還不快叫清歡姐 清歡姐 要不是我爺爺身體不適 他肯定親自過來迎接你 清歡 我們潘家對你此的到來 可是非常重視 閉嘴 這都是我們潘家對你一片心一樣 誰是趙清歡 我是來替你一接機的 嗯 嗯 嗯 呃 啊 沒事吧 你是哪個戰部的 回北王上 我是無雙戰神會下的趙清歡 戰場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天哪 我竟然和鎮北王說話了 他還拉了我的手 不知道有沒有記住我的名字 我一定要努力 總有一天 我要像無雙大人那樣站在王上的身邊 你一個廢物醉婿 也敢攬搶龍門盟主 你還活著 八年前木北一站 姑娘 你認錯人了 想不到這個龍門盟主竟然認識我 那就別怪我拉手催花 我是不會讓你活著走出江南的 不好意思 是我認錯人了 你和我的一個朋友長得很像 你小子誰啊 你有什麼資格為清歡接機啊 哥 這小子就是我跟你說的徐家醉婿 他張母娘是趙家人 想不到無雙大人讓我查的那個墜序 竟然是鎮北王 這日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有門你自來啊 天堂也好 地也罷 我想來就來想走就走 關你屁事 小子 你知道我是誰嗎 信不信我一根手指頭就能戳死你 你可以來試一試 不過死的一定不是我 而是你 小子 找死 好小子 有幾分蠻力 不過 我剛剛只用了四成的功 我連百分之一的實力都沒有用到 狂妄 我殺了你 閉嘴 秦煥 你竟然為了一個廢物打我 你該不會開上這臭妖子了吧 他是我姨派來接我的 秦煥姐 我爺爺宴請江南各大家族 然後在五星義酒店大辦宴席 專門給你接封洗塵的 今天你必須要跟我走 大膽 我龍門盟主 岂是你一個廢物可以命令的 秦煥姐 這小子實在太嚮張了 一定要給他顏色看看 跟我走 或者死 秦煥 王上的氣場依舊恐怖如斯 我跟你走 替我和潘老爺子說一聲抱歉 哥 快去攔住他呀 你也說了無論如何 都得請龍門盟主到家的 賤人 真是不失抬舉 攀家如此大張氣候的歡迎你 你卻跟一個小白臉走了 遲早有一天 我要將你拿下 龍門盟主 這麼說來 你還是趙無雙的親血 是的 如果不是無雙戰神的培養 我無法坐到今天的位置 鎮美王大人 八年七小子八年 為何無雙大人說你死於墓北之戰 你沒有資格叫我鎮美王八年前 龍門趕到了現場調查 是調查還是會是累計 哎呀 侄女兒啊 我是盼星星盼月亮啊 終於把你給盼來了 二樓的房間呀 早就給你準備好了 叶晴沙 你好大的膽子 是不是哪裡得罪他 您真是誤會 我哪敢得罪大名鼎鼎的茫茫茫 你是這樣就好 那我上去了 什麼 龍門盟主去了徐家 爺爺 清煥說小時候趙靈對得很好 趙靈 他算什麼東西啊 只不過是被趙家趕出的一條狗 我廣邀江南各大家族 等來的確實一團空氣 潘家在江南的臉面 真是丟禁了 爺爺 就當是為大哥接風洗成了嘛 大哥畢竟是龍堡第一的高手 面子上都得壮 哼 要不徐家那個傻子最序 趙清煥早就跟我們回來了 賤人 平日裡對他百般是好 他卻不聞不問 要是在龍門就算了 他在江南 那是我們潘家的地盤 我一定想辦法拿下他 有骨氣 你要是能拿下龍門盟主 潘家 畢竟能上行 是否要告訴無雙大人 這美王還活著的消息呢 花兒 到江南了嗎 有什麼事嗎 回禀無雙大人 我到江南了 大人 有件事 我需要向您匯報 什麼事 是又被王烈的線索了嗎 龍一剛剛打了電話表示 潘家 想要請我去參加潘家的酒局 我想請示您是否需要參加潘家 去吧 潘家這些年為我們做過不少事情 你正好代表我去表示一下 不能含了下面家族人的心呢 以後正是事情你自己決定便好 好的大人 如果不想死你就別動 剛剛你但凡多說一句 你現在就已經是一具尸體 你為什麼要這麼對我 你殺了我 反正八年前要不是你救了我 我早就已經死了 沒事吧 你是哪個占卜的 回禀王上 我是無雙戰神婚下的趙 動手啊 你怎麼不動手啊 不可能 無雙大人怎麼會偷襲你 是啊 我也想不清楚 我最疼愛的小徒弟竟然會偷襲我 可是 無雙大人不是這樣的人 知人知面不知心 或許木尾之山 就是趙無雙與境外勢力合作的解 為了防止消息泄露 我已經派出鎮北部暗部盯人 千萬不要給我耍什麼花藥 鎮北部還在 王上您放心 我是絕對不會洩露您一絲一毫的消息 希望如此 今晚潘家想邀請我參加九局 容易點名讓我帶給你 你和潘家是不是有什麼誤會啊 是不是需要我幫您解決 要不是為了防止打草心事 我早就除掉了趙無雙收復的那些惡狗 是不是在你的眼裡 我也是趙無雙的惡狗 弟弟弟你怎麼了 你病有發作了 哥 太久沒有除了小傢伙的血 那個醉婿天天守在虛雲兒身邊 龍九又打不過他 我一直沒有機會下手 你放心 有哥在哥不會讓你有事的 我已經召集了龍夢四大高手 你先按照晚上的計劃行事 任憑這小子再有本事 也翻不出天类 怎麼就你們兩個 潘老爺子呢 清歡快坐快坐 潘老爺子一會兒就到 先生您好 請問還有什麼需要的 這桌子上都擺的什麼垃圾 去 先給本少爺換一瓶 把兩天拉飛出出口 好的先生 媽媽媽 爸爸說要給我們什麼驚喜啊 媽媽爸爸說要給我們什麼驚喜啊 我也不清楚 媽媽我怕爸爸怎麼還不出現呀 爸爸等下就來 媽媽媽我怕爸爸怎麼還不出現呀 媽媽媽爸爸怎麼還不來呀 爸爸在這呢 媽媽爸爸怎麼還不來呀 爸爸在這呢 今天我一定會好好等你們的 你不要過來 你倒是跑 你不是很能跑嗎 你倒是跑啊 葉錦桑 救救你女兒 小子 聽說你跟我這個弟弟有點過節 今天看在清歡的面子上 這頓酒 我請 以前的事啊 都過去了 我不喝你們這些垃圾 你說什麼 小子 別給臉不要臉啊 龍九 是 你這個小小的贅婿 這輩子都沒喝過拉飛這種好酒吧 拉飛這種酒 都不配進入我的酒穴 真是癩蛤蟆打哈欠 口氣倒是大得很啊 聽說 這家店有一瓶珍藏多年的酒王 既然你有本事 不如把它開了 讓大家開開眼 哈哈哈 你就別逗他了 這瓶酒啊 看著老闆的心都好 是不可能對外出售的 哈哈哈 你們信不信只要我一句話 老闆就會把酒送到我的手中 酒保 讓你們老闆把酒送來 站住 你在幹什麼 先生 你 您的手機掉了 你以為你小的是誰呀 還讓老闆給你送酒 你知道這家會所是全國連鎖的嗎 據說 這家會所老闆旗下產業無數 就連攀價簡直都比不上 小子 你要是能讓老闆把酒送到這兒 我把這張桌子給吃了 王上 您不是在我的會所裡嗎 把店裡的酒王送到一號吧下來 裝 接著裝 這家會所的老闆 其實你一個小小的墜蓄就能接觸到的 先生 這是您要的我們鎮店酒王 羅曼尼康蒂 產自羅曼尼康蒂 特技莊園 我們老闆 特技讓我幫您送來 站住 我才有幾個服務員 就一個 讓安部幫我查一下 我老婆和女兒現在的位置 奇怪 夫人跟小姐的位置 現在不是在城東的一座廢棄工廠嗎 被車出發 廢了 這點事情都辦不好 滾 發生什麼了 為什麼我 葉琴倉突然離開了 可能是家裡有點小小的事情要辦 來 請問 喝酒 趙王主 趙王主我給您倒一杯 來 來 莫中大人 歡迎您的到來 乾杯 幫家夫人和小姐的 應該是潘家的二少爺潘九江 真是老受心吃皮霜和腻歪了 本來打算讓潘家都蹦的一段時間 既然他們找死 今晚我們就開始動手 真被不躲在暗中太久了 是該讓他們暴露真面目 等一會兒到地方 我先進去 好的 那你小心 放心 爸爸快來救救媽媽 哎吵死了 你給我閉嘴 你爸爸不會來了 媽媽說爸爸是王 是最厲害的王 爸爸一定會來救我們的 去他媽的王 他就是一坨爛一坨狗屎 我丈夫是正北王 正北王 這不是我這輩子提過最好笑的笑話 我是正美王這件事 你覺得很搞笑嗎 本來打算收拾萬年輕女以後 再去收拾你的 沒想到你提前來了 真是老虎嘴裡探頭自尋死路啊 自尋死路的人不是我 而是你 本來想玩玩你老婆以後 再送你下地獄 不過我現在改變主意了 我要把你的皮一層一層一層拔下來 然後千刀萬刮剁碎了胃狗 讓你敢冒充我的偶像正北 有你這樣的粉絲 我感到很噁心 給你介紹一下 這是龍門四大高手 龍二龍三龍四龍五 他們可不是龍九妹的垃圾人比的 什麼崇二崇三的 我看都是一群土雞娃狗吧 待會兒你們給我上下手輕一點 別把他輕易弄死了 我要好好折磨他 小朋友 乖乖跟叔叔回去 叔叔跟你養得白白胖胖的 畢竟你可是叔叔的移動血庫 你不會走沉的 我男人很厲害 閉嘴吧你 等收拾完夜行艙以後 我要把你賣到最髒的窑子裡去 你以後就在那裡享受你的下半身吧 你們都是壞人 我爸爸一定會打倒你們的 爸爸加油 土雞瓦狗 不堪一擊 怪不得我四個徒弟照無雙最準 還養了你們這群土雞瓦狗的廢物 你不要再過來啊 你要是再給過來我就殺他 潘九江 往上一怒 懸然千里 我勸你把刀放下 你饒死可以 但不要讓整個潘家陪葬 陳神醫你叫他什麼 你不是一直對外宣稱 正被王生醫最崇拜的人嗎 如今他就站在你面前 你卻拿他的妻女來揚蟹呢 絕對不可能 他就是個徐下贅婿 他這樣沒權沒勢的小人物 怎麼可能是拯救下國 在北京獨佔十大戰神 我打下這江青的正被王呢 我是不是正被王 不需要你來評署 總之 犯了我的妻女 我會給你一個痛快 不可能的 絕對不可能的 我一定是在做夢吧 我最討厭的人 我做麼都要殺的人 怎麼會正被王呢 怎麼可能是神 啊啊 啊 啊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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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明瞧 那的了 人 Everybody 你們沒事吧 我們沒事 我知道 爸爸一定會來救我們的 這次是我搭了 以後我絕不會讓你們再擔 Sunny 手帕 這死吧 王上小心 天作年有可活 自作年不可活 我 如果有下辈子 一定要记住 千万不要入口 王上 这四个怎么处理 这本王大人请你不要杀我 既然你们都知道 那我会 当年叶家面门一案 你们是否有参与 我们没有啊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你是拯救下国的大英雄 叶家是英勇师家 你就在跟我们一百个胆子 我们也不敢对叶家下手啊 饶命啊这本王饶命啊 苏凡交给真美度的人 先看管起来再说 知道 龙教 你怎么办的事 这么久了还没笑 你该不会是买的假药吧 不会呀 那个店家可说了 只要那么一小点 母牛都能上水 可能是我们赵盟主 身体素质比母牛好的远远 那你还不再多加着 什么母牛 你们在嘀咕些什么 怎么怕老爷子还没来 没什么 老爷子马上就来 哦 赵盟主 我再给您倒一杯啊 您可真是海量啊 这么久不见您了 这个您是越发的威武了 龙九 在 安排护卫在潘家这几年 功夫没怎么见长 这溜血拍满的本事 倒是找尽了不少啊 是是是 盟主说的是 你们有没有感觉有些热 是有点热龙九嗯 还不赶紧出去找人 把温度调底点 没看到我们盟主都热出汗了吗 王上我 我好热 你你能帮我把衣服脱了 啊 啊 王上 哈哈哈原来你还喜欢跑斯普雷这套 哈哈哈 小芳芳 王上我来了 哈哈哈 平时看着就笼落冰山 这一副要下去 还不是乖乖的听我的 等我把你办了 生命组成熟饭 你什么都得听我的 到时候 龙盟是我的 赵家也是我的 我潘家 就能更上一步 齐曾 我好喜欢你 可是你为什么结婚了 你为什么不等等我 为什么不给我机会 骂他 果然看上那小白脸了 老子在你手底下 辛辛苦苦照顾这么多年 你倒好 一见面 就被那个废修给勾搭的伤了 秦苍 我好想要你 真是个不要脸的当负 等我办完了你 马上把那个小白脸给攒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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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没看出来呀 这身材 真不错 哎 瞧这手感 真滑呀 哈哈哈哈 啊 鲸桑 鲸桑 鲁鱼 怎么是你 某种大人 不是我 还能是谁呀 今天 就让我好好的疼疼你 某种大人 你放心 外面我也叫人看着 我会以为打扰我们的 今天晚上 你就认定吧 我 哦 妈 谁让你进来的 不是让你在门口看着吗 他太强了 我打不过他 人魔狗羊 以下犯上 不吃廉池 这就是你们龙盟教你的吧 小子 敢坏我的好事 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救不了你 我 皇上 你快一点 我受不了了 收拾他 我一分钟就够了 这么大的口气 你不怕闪了自己的腰 你以为你是战胜赵无双大人吗 赵无双 我可比他强多了 龙医生 捏死你 就像捏死一条虫子那么简单 你找死 大人 你是不是给他喂了什么药丸 我 给他也吃一粒 这药小挺猛烈的 听说你要把这里的桌子吃了 我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把剩下的药丸吃 要么把你桌子吃 嗯 大人 能放我走了吗 小安 我好热 小安 我好热 我好热 小安 王上 今天晚上 把房门看死 我想他们今天晚上 会有一个愉快的夜晚 王上还是当年的王上 对敌人毫不手软 场地人 可真会玩 皇上 你不要走 我好难受 皇上 不必这样 你可是唐塔的龙蒙盟主 我喜欢你 我爱你 早年跟在无双大人身边的时候 我就喜欢上了你 可您身边 早已经有了魅惑众生的血迹赤灵 赤灵 八年前您救了我之后 我便发誓 我一定要强大起来 一定要像无双大人那样与您并肩作战 可自从无双大人公布了您的死血之后 我便封闭了自己的内心 一步步成为现在冷面如烧的龙某盟主 我已经是有家事有孩子的人了 请你注意分寸 妈妈让我来看看爸爸有没有做坏事 皇上 对不起 都怪那赶死的龙衣竟然给我下药 一定是药禁还没有过的原因 我说了一些胡话 让皇上见笑了 时候不早了 你早点休息 我们明天还要去趟潘家 到时候我们心脏就让一起算 小姑娘 你知不知道我早就给你吃过解药了 小雅巴 我的心里已经没有别人的位置了 这一辈子 我只会爱你一个人 结果这被忘 结果这被忘 周月分布在江南的镇北步步下已全部出动 针对潘家旗下的以及所有下属家族展开全面封锁 潘家散布在江南的所有高层都已被秘密见空 现在 朕北步三迈不下将潘家重重包围 一次苍蝇也休想飞出去 干得不错 接下来 该失望 什么 九江死了 他可是你的亲弟弟 你是怎么照顾他的 爷爷 我知道沙子弟弟的凶手是谁 就是虚家那个倒茶门的女婿 是他 他胆子好大 去 去把他给我抓来 我要见他碎石万段 爷爷 我 我 我也不是他的对手 当初 以为他就是一个随时捏死的蚂蚁 没想到 他 他却是一条国家的龙 不可能 你是龙盟第一高手 能不能请龙盟盟主出手 爷爷 我和赵清欢他 不好了 潘家 所有产业一夜之间 都遭到了竞争对手的阻击 潘家在外所有的族人 都失眠了 潘家 在江南可是第一大家族 我们背靠的战神 这些年来 可是顺风顺水 有什么势力 安靠和我们潘家作队 快去 即可联系 赵无双大人 恐怕你们 没这个机会 是你 是你杀害了我的孙子 你把我孙的命来 潘九江 那是自寻思路 陈神医 您怎么来了 龙医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当年 镇北王的御用神医 秀坏 昨晚的事情你听我给你解释 滚 你不要被他给迷惑 昨天 就他给你下了药 昨天他给你那个酒 绝对有问题 你是说 我送的酒有问题 你送的酒 没错 我就是那家会所的老板 哦 原来如此 肯定是你这个什么狗币神医 还有这个臭小子 联合探动起来 就说 你们一直对无双大人抱有凭力 而且清欢 刚好是无双大人的得力助手 所以 你们就涉及陷害清欢 闭嘴 是谁允许你以这种态度 和镇北王说话的 镇北王 镇北王不是早在八天前 战子在 入北这城了吗 他怎么可能是镇北王呢 潘老爷子 重新自我介绍一下 吴明 叶浅沧 吴乃 下国 镇北王 见到镇北王为何不贵 见到镇北王为何不贵 真没想到 虚家雅女八年前 所救的重伤之人是镇北王 不该我能保费孙子 竟然想伤害镇北王 爷爷 你别硬了瞎说 一个我跪下 盘家的产业收到主题 潘家在外的家族人 到现在全部失去了联系 便是你得罪了镇北王所致 对不起爷爷 对不起 对不起爷爷 对不起 没错 不愧是 不愧是潘家家主 可比你那两个废物孙子强多了 潘老爷子 你可知罪 知罪 别罪了 都怪我那孙子该死 可这件事 和我们潘家 没有关系 你不能对我们潘家 赶尽杀绝啊 这些年来 潘家为了供赵无双享受 大色连财 多少无辜生命死于潘家 为了给我那个乖徒而已 到处收集 年轻美墨少女 又有多少无辜年轻美墨少女 丧于赵无双的魔招 潘家主 王上说的一切可是真的 我认罪 这都是 赵无双大人逼的 想不到 赵无双竟然是这样的吗 这美王 我愿意 将功赎罪 我愿意 将功赎罪 说来听听 我愿意向我们 潘家的传业 奉献给 赵美王大人 希望赵美王大人 能够网开一面 饶过我们 潘家 家族人一命 爷爷 你疯了 你闭嘴 赵美王大人 眼里容不得一点沙子 不好意思和赵美王大人 作对的 都会死得很惨 好 那就给你个赎罪的机会 这是陈神医研制的是混蛋 一旦服下 下个月必须服用第二个 否则将会承受追心刺骨之痛而死 你若臣服 便将呆要服下 反之 我知道你还未彻底信任我 以后 我就是你的人了 我的生死就掌握在你的手 现前酒香给我的序名单 哎哎哎给我来一个 潘老爷 这是你本月服用的第二个手 王上 就这么放过潘家 可不是您以往的作风啊 目前下国上下 都在我那乖徒儿的控制之下 目前低迷我安 若此时直接灭了潘家 必然会惊动赵无双 避免不了与赵无双直接对上 倒是内有外患 苦的还是我下国人民 都怪赵无双那个小人利于心心 要是放在一起前 我下国一国四战神 加上有您作诊 必将震慑一切境外萧小 王上 过几日就是兄弟们的忌日了 是啊 八年了 是该祭拜祭拜兄弟们了 潘家的事情已经解决 等我祭拜完兄弟们 就回京城 与我那徒儿开始最后的清算了 通知京城镇北部的负责人 让他做好准备 王上 您知道镇北部 负责人是谁吗 是谁 就是传闻 八年前 死于墓北 一战的赵家 上一人加入赵神龙 您的丈母娘 可是他的亲妹妹 八年前 您的丈母娘 正是在赵神龙的葬礼上 因为伤心过度 冲撞了葬礼一事 才被赶出赵家的 你这才来几天呀 你就要走 爷 二伯的寿宴你只管去参加就是了 毕竟你可是他的亲妹妹 可是 二伯虽然现在是赵家家主 但是我在赵家 你是有一定话语权的 毕竟 那件事情已经过去八年了 二伯会让你回归赵家的 哎呀 那都是太好了 秦桓 你的恩情 你一定会尽一辈子的 王上 我在京城等您归来 一切小心 秦桑 怎么想起来带我逛街了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去见兄弟们 总得穿着下样的 兄弟们 嗯 八年前 死于墓碑之战的徒弟们 还有我画下十万铁骨 成众的儿郎 哦 这就是储凡推荐的那家店 这就是储凡推荐的那家店 设还蛮不错的 你挑一件试试 嗯 服务员 把你们店里的西装 给我找一件试试 先生您好 我们店呢有一件镇镇之宝 是国外设计大师手工缝制而成的 整套衣服呢 由六种世界上最稀有的面料缝制而成 不过价格一点贵 要五十万 五十万 一套西服居然要五十万 你们要是嫌贵的话呢 我们这里还有四十万的三十万的二十万的 请问先生您要选择哪一种呢 去见兄弟们 倒是没有必要选那么贵的 倒是刻意了 给我来一件一万左右的就行了 见兄弟们 投去机会吧 没有钱还装什么逼啊 我们店可是秦苍服饰集团旗下的门店 没有你们要的那种垃圾户 那种便宜西服狗都不穿 你什么意思啊 说的就是你们这种穷狗 上来就问我镇店之宝 没有钱还想打肿脸撑胖子 你怎么不去买假货 没想到我在自己的店里被人骂了 你的店 瞧你这副穷酸药 连套高档的定制西服都买不起 还想冒充我们老板 我们老板刚刚有事出去了 待会我就让你们老板 求着送我镇店之宝 你小子给我推荐的店是什么玩意 让这家店的老板 赶快三分钟之内给我滚回来 我应该呀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网上您稍等啊 还真是猪鼻子插大葱装相 你怎么不去做梦啊 想要饭到别家店去 别在我们家店呆着 啊 您就是夜身上吧 为了特意揭银 我还去做了造型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老板他就是个臭要饭的 刚才还想冒出你 还想让我们白送衣服呢 你这个蠢货 他是老板 什么老板 你这个不眨眼的东西 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赶紧给我滚 这 叶先生 我现在为你挑一条西装 来 你这边去 飞鹏 横江 云天 身为下国战神 墓北一战 身先士组 费勇杀敌 卫国捐躯 师父敬你们 我镇北的十万尔郎 你们铁铁铁铁铁 尔郎 视死如归 皇上敬你们 身际死兮 神以灵 魂魄一溪 为鬼雄 儿郎们 走好 出发 目标京城 当我亡者归来之日 主盼贼皆当死去 以三大战神为令 十万尔郎热血为由 我的好徒儿 等着承受我的怒火吧 叶秦苍 我可警告你啊 这次去京城 参加赵家家主的寿宴 你可不许跟我惹事 这次也算你运气好 潘九将病死了 潘家才放弃了对我们徐家的惩罚 要不然 我们徐家 要被你的祸害连累死了 好了 我知道了 我不会给你们惹事的 妈 这次要是能回归赵家 那咱们徐家可就飞黄腾达了 那我也算是半个谢你小姐了 那是当然 他潘家也就在江南有影响力 而我赵家 在整个夏国 那都是数一数二的家族 哎 妈 现在姐姐也不是哑巴了 干脆找个人改嫁得了 总比这个惹是惊强 若勋 不许你们说我爸爸坏话 回禀无双大人 江南一行并未查到神医陈楚凡任何东西 北王令一事完全是潘家闹的一个笑话 是一个小家族的坠绪伪造的 真的是这样吗 属下所言没有半点虚假 一切龙衣都可以作证 好了 池玲 你先下去 我给秦桓有话要说 过节日就是赵家家主的寿宴了 你代表我把这份寿礼给你们家家主送去 大人 你 秦桓 你跟着本王几年了 大人 也有十一年了 你可有心意之人 若是看见那家青年才俊 你大可以跟本王说 还没有 是看不上吗 那你看本战神如何 那雪姬 赤林大人 赤林虽然对我一往情深 可他毕竟曾经是师父的女人 这也是我多年不与他成婚的原因 他跟在我身边 也只是把我当作了郑北王 当成了一个企图 我也只是可怜他罢了 赵无双 我为了你宁愿背叛郑北王 没想到对于你来说 我只是你上位的一个工具 明明是你那方面不行 还总怪在女人身上 哼 大人 这太突然了 请给我一段时间考虑 嫁给我 我会给你想要的一切 对不起大人 我还有事我先离开了 等到家家主寿宴结束 我会派人亲自上来提亲 你知道拒绝本王的下场 二伯 寿宴都安排好了 就等着您入座了 不错 情话 由你安排 二伯很是放心 如今你是龙盟盟主 赵家的未来以后就靠你了 要是你大伯还在的话 看到你现在的成就 一定会很欣慰的 二伯 还有件事 什么事情 爷爷 你们进来吧 你居然还有脸回来 我不是说过了吗 让你这辈子都不要踏入赵家 二伯 是我让小姨回来的 事情都过去八年了 小姨也知道错了 二哥 我知道错了 当年 我也是伤心过度 惨闹了大哥的丧礼 为什么 不要叫我二哥 你还知道 当初把大哥的葬礼 闹得鸡犬不宁 一度让赵家成了京城的笑柄 二哥 我知道错了 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回归赵家吧 我真的知道错了 居然还敢回归赵家 我劝你还是死了这份心吧 赵家没有你这样的女人 二舅哥 你就给铃儿一次机会吧 女卫 要有你说我的份吧 当初我就不同意赵铃和你在一起 后来一看 果然是个费力 学家在你手里 衰落成什么样子了 秦婉 你快帮帮我 二伯 你就再给小姨一次机会吧 警官 在外面你是龙王盟主 在家 我是赵家家主 这事你听过的 二伯 既然你非替他求情 那我就再给他一次机会 你们徐家 所有人 在这里工作三天三夜 就考虑考虑让赵铃回归赵家 若萱 鱼儿 你们还不赶紧跪下 想把求你们了 杀人不过头点滴 犯错误的是我丈母娘 又不是我们 你为何要故意折辱我们 我猜的没错的话 就算是我们在这柜上三天三夜 你也不会让我丈母娘回归赵家 叶青苍 你给我闭嘴 小子 你是谁呀 二哥 你千万别听他胡说 他就是我们徐家招的一个小小的上门女婿 他代表不了徐家的 小小准训 也敢在赵家家主面前大放厥词 是谁给你的勇气 勇气 你一个赵家 还轮不到我话 口气这么大 我删了自己的腰 叶青苍 你也不赶紧跪下 这里哪轮到对你说话呀 废物就是废物 爸妈 我早就说过让姐姐把他给踹了 这个城市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 果然是你才当酒 这腰是世界 我滚 我们徐家没你这个女婿 要不是因为雨 我真懒得带在徐家 爸妈 你们误会秦苍了 秦苍他很厉害 姐姐 这个叶青苍给你下了什么迷魂药了 你要这么护着他 他就是个笑把星 自从他入对咱们徐家之后 给咱们徐家带来多大的麻烦 成天拽的跟二五八万似的 你走吧 我们徐家 容不下你这对大伯 你不贵我们贵 赵家主 你敢在我们这么有诚意的份上 你让我我老婆回归赵家吧 啊 徐妍 你今天要是跟他走了 徐家就没你这个女儿 走 我什么时候说都让他走了 你一个赵家还轮不到我方子眼 但我赵家是什么地方 赵家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吗 在我面前大放居次 安然无恙的离开赵家 二伯 她是 青荒姑娘 麻烦你去赵家门口接一个人 我想 他现在应该已经到了 接人 接什么人 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人 京城 靠山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今天不管是谁来 我脱走皮 休想安然无恙的离开赵家 小妹 这怪不得我 就是以为你这个上人女婿的原因 不能让你回归赵家 我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呀 生了这么个女儿 还招了个扫把姓女婿 叶青荒 你怎么这么不动身啊 怎么你看不到我们许家好啊 亏得我以为对你那么好 正常照顾了你八年啊 好了别吵了 爸 您能不能回归赵家 他说了不算 我说了不算 难道你一个废物说了算 自然是我说了算 大哥 我这不是见鬼了吗 你不是八年前死于墓北之战了吗 大哥 大哥真的是你 你没死啊 大哥 我确实本是该死之人 八年前墓北一战 我身受重伤 幸得镇北王御用神医 陈主帆相救 而矫情的点不一条命 好了 小妹 我竟然没有死 那次葬礼 你就当然是一场笑话 大哥同意你 回赵家了 大哥 你没有死 今天我也回归赵家了 今天 今天真的是双心灵魅呀 我 您按道理來講 我還得叫你生舅舅呢 王上真是折煞老夫了 老公 我這不是在做夢嗎 我怎麼知道你捏我幹嘛 這是真的哎呀 哎呀我的女婿竟然是鎮北王 我早就跟你們說過了 琴槍他很厲害的 哎呀你這死丫頭 你怎麼不早跟媽說呀 你這樣害得要我給你爸 和琴槍之間鬧出了很多誤會 就是嗎 憑什麼 我這個姐姐身材不如我 臉淡不如我 以前還是個啞巴 為什麼葉琴槍不是我的男人 還愣著幹什麼 還不趕快給我跪下 哼 就算她是鎮北王又能怎麼樣 憑什麼給她下跪 就憑她是下國的英雄 她是救怪民於水火之中的鎮北王 咱倆的事情暫且不論 接下來說一說 你和趙家的事情吧 就算你是真北王 趙家的事和你有什麼關係 你管的也未免太快了 外界都相傳 你們趙家兄妹情深 八年前 你大哥戰死消息傳出之後 趙家老夫便因傷心過度而死 而你又假借我丈母娘大鬧葬禮一事 將我丈母娘趕出趙家 是要如何 我合作是要 這一切都是表象 真相便是 你深知我丈母娘性格滿好 故意攥弄她大鬧葬禮 而趙家家主也是你嚇要毒死 目的就是為了獨乱趙家大軍 二伯 王上說的一切 可是真的 他胡說 你有什麼證據 這一切我都查得清清楚楚 你要證據 我給你 龍一出來 見過這輩王 讓他死去吧 這些年來一直是趙無雙 讓我跟趙真虎聯繫 一切都是趙無雙的安排 其目的就是通過趙真虎 掌控整個趙家 龍一 為何你所說的一切我一無所知 清幻 你雖然說是龍猛盟主 但是太過以饥惡如仇 性格寧哲不彎 所以髒事一直都瞞著你 龍一 好你個吃里爬外的東西 竟然敢背叛趙無雙大人 處理爬外的是你才對 都是你 殺了你 王上 我這個爹地 該如何處置 為他一顆事情丹 留他一條路 還有用處 趙家家主受驗 想必各大家族都會踩 到時 你帶著陳楚凡正被不趕到現場 相符各大家族家主 如果 有不願意相符的呢 那就 有十二五四 今天的事 但凡有人敢往外透露一個詞 哎呀 我的好女婿 咱都是一家人 搞那麼嚴肅干嘛呀 你放心 我們不會說的 若萱 你說是吧 真是的 有什麼好神器的 若萱 你一定要跟你姐姐學學啊 你要是能找這麼好的老公 爸爸做夢都會笑醒的啊 哎呀我的好女婿 這之前呀 爸媽和你可能有些誤會 再這樣 今天呀 我和你爸爸做冬 咱們去京城丹大飯店搓一盾 就倒是 給你賠罪了 誰要給他賠罪 瞧這丫頭 說他兩句啊 還不倫意了 你怎麼開車的呀 怎麼這麼不長眼啊 這位小姐 你真怎麼回事這 你 你不是那個 經常出現在電視裡的 戰神赵無霜 這位女沒傷到你吧 沒 沒有 不是在想 能不能與你共進晚餐 喝點小酒 是我嗎 這裡除了你 還有別人嗎 為我們的美人 乾個杯 嗯 我好看嗎 你是我見過世上最好看的女人 讓我忍不住 都想吃了你 無霜大人 你可真壞 來 讓我們再喝一杯 來 唉 無霜大人 要不 我們去房間裡吧 你好乖呀 無霜大人 要不 我們去房間裡吧 還不知道你叫什麼名字 無霜大人 無霜大人 我叫徐若軒 你可以叫我小軒 小軒 嗯 帶我去樓下找財務結帳 他也不安 大人 您這是什麼意思啊 怎麼你還先不說 胡雙 吃完早餐 上午還有一個會議 要你去住持 這個女人是誰 不認識 昨天路上遇見的 你先出去 哼 之前在外面玩也就罷了 現在什麼不三不四的女人 別敢往家裡帶了 看來是我這段時間對你太放縱了 我的事情也輪到你來管 一個靠出賣男人上位的賤貨 別以為我不知道你在外面表演小三的事 我只是男的管而已 是因為你那方面不行 我只是想給你生個孩子罷了 誰都可以指責我 只有你不配 我出賣夜情操 還不是為了你 你明天提日批你去造假 幫我小赵清華 你說什麼 你不會以為我真的會娶你吧 你只不過是被夜情操用過的破鞋 你好狠的心 我 你無論怎麼做 永遠也比不上夜情操 這個世界上 只有一個鎮北王 什麼 你再說一遍 我說的不對嗎 你只是一個靠陰謀詭計 上位的小人 陰謀詭計 使我策劃了目標之戰 聯合十大戰神 坑殺了飛鴻 橫江 雲天 三大戰神和十萬戰 就連我最尊敬的師父鎮北王 也被我輕而易舉地打下 所有人都被我玩弄在鼓掌之中 你就是一個欺師滅族 背叛兄弟的小人 別忘了 我能完成這一切 都離不開你的幫助 我的血跡大人 別忘了 我們是一條生生的蚂蚱 夜情艙似乎與趙無雙有仇 我要是把夜情艙還活著的消息 要是趙無雙大 你怎麼能得到趙無雙的心來 說不定 我還能借此成為耀眼無比的戰神夫人 武雙大人 我有重要的事情向您匯報 關於鎮北王 是你 雪姬大人 您認識我 我怎麼會不認識鼎鼎有名的雪姬大人 我在電視上經常看見您 你剛剛說什麼 哎呀 這麼好啊 我的好女婿呀 這可是京城最貴的餐廳了 哈哈哈哈 你爸和我呀 之前和你有一些誤會 可那已經是過去的事了 今天呀 罵起你是大餐 就當時給你賠博士了 好不好 還不是因為你知道了請蒼石正被枉 你個死丫頭 怎麼說話呢 媽是那麼失禮的人嗎 你本來就是 你 哎呀 好女兒 剛才媽沒弄疼你吧 快讓媽瞧瞧 沒事 我都習慣了 哎呀 老婆 你別站在眉口耽誤人家做生意 你就少說兩句啊 各位貴賓你們好 你們這兒有沒有最貴的包廂 我今天呀 邀請我的寶貝女婿吃大餐 嘿嘿嘿 哎老婆 錢帶夠了沒有 當然了 不行 咱女婿吃大餐 那肯定要帶的足夠的呀 好女婿 你說是不是 咱們這兒最貴的包廂 是天字一號包廂 咱們這兒最貴的包廂 是天字一號包廂 那就天字一號包廂 請問你們有預約嗎 還需要預約 我怎麼不知道 別的包廂自然不用預約 您的天字一號包廂 是肯定要預約的 你們沒有在天字一號包廂 吃過飯吧 沒有 那既然這樣的話 我多確定 什麼 糖食 我今天是要請我的寶貝女婿吃大餐的 你讓我們吃糖食 想不預約也可以 只要是我們酒店的白金會員 也不用預約 我就是辦個會員卡吧 你那個什麼勞神子白金會員 給我也辦一張 你要辦我們酒店的白金會員卡 需要消費兩千萬 你們有錢嗎 兩千萬 你怎麼不去搶啊你啊 其實 湯汁也不錯了 來我們這兒吃飯的哪個不是金城權貴 看你們這一臉的窮酸樣 不知道從哪個貧民窟裡跑出來的吧 你怎麼說啊你 怎麼了 這位美麗的小姐 有什麼需要幫忙呢 老公 李公子 什麼風把您吹來了 這幫窮鬼 沒有預約也想在天子一號寶箱吃飯 這事好辦 我可以請你們所有人去點好幫忙 並且所有的消費都由我來買單 唯一的條件嘛 是這位美麗的小姐陪我共寄晚餐 什麼東西 也敢來招惹我的老婆 滾 夠東西 怎麼跟李公子說話呢 她可是我們老闆身邊的紅人 你一個窮小子 連請老婆吃個飯都吃不去 這位美女 不如你把她踹了 以後跟著我混 看到沒 這可是白金會員卡 秦桑 我們不在這裡吃了 我們去別的地方吃好不好 是啊 好女婿 媽的錢也沒帶夠 要不 一群窮鬼 美女 想好 啊 你幹什麼 李公子可是我們這裡的會員 是不是 只要是你們的會員 就能像他一樣為所欲 是又如何 生大你的狗眼看看這是什麼 他怎麼有黑金會員卡 不可能 黑金會員卡只有零二才有 這是真的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黑金會員只有我們老闆才有 讓你們 讓你最近 讓你高高在上 尊貴的黑金會員 很高興為您服務 嘿 你這種人就是欠收拾 我該當一輩子服務員 我 你想幹嗎 我告訴你 我跟這老闆關係不一般 你不要亂來 好可不等到 快快快 各位貴賓 各位貴賓 裡面請 您認識我 我怎麼會不認識鼎鼎有名的雪雞大人 我在電視上經常看見您 你剛剛說什麼 鎮北王 啊 沒什麼 沒什麼 說 我要親自和趙烏霜大人說 不要仗子自己有幾根姿色 和趙烏霜上過的一次床 就把自己當顆菜 趙烏霜上過玩過的女人多了去 你只不過是其中一個而已 我說 我說 鎮北王 鎮北王他還活著 你說什麼 鎮北王沒死 你知不知道欺騙我的下場 我說的都是真的 我沒有騙你 告訴我 鎮北王叫什麼 鎮北王叫易琴艙 他是我的姐夫 他昏迷八年 醒來之後入追到我們徐家 入追 姐夫 他和別的女人結婚了 入追 姐夫 他和別的女人結婚了 鎮兒 你自食之中 都沒愛過我吧 我愛的人 是趙烏霜 他現在 是華夏唯一的戰士 而你 如今只不過是一個階下群 安心去見你的阎王去吧 我的鎮北王 喂 親愛的 你是不是把你的黑街會員卡借給別人了 沒有啊 靈姐姐 我在你的雲豪飯店裡被人欺負了 你可要替我做主啊 在雲豪飯店被人欺負了 在我的地方 還有人敢欺負你 他不僅欺負我 他還用你的黑街會員卡呢 你不是說只有你才有黑街會員卡的嗎 你在那等著 我馬上趕過來 嗯 雪雞大人 我可以走了嗎 來人 把他給我關起來 沒有我的允許 誰也不服放得出來 哎呀 我的好女婿呀 今天媽點的呀 都是你愛吃的 快嚐嚐 媽 你別給清倉夾菜了 她都快吃不下了 你 你個死丫頭 我給我女婿夾菜 你管啥呀 俗話說的好啊 吃的好身體才能好 等回頭你和清倉再要一個小寶寶 那就再好不過了 媽您說什麼呢 林姐姐你可算來了 不知道哪里來的都如今 看把我給欺負的 人在哪兒 人就在上面的天子一號包廂 帶我去 哎呀 我的好女婿呀 我是萬文沒想到 你竟然認識這兒的老祖 哎呀 當時你把那黑金凱 一掏出來的時候 那對方的臉 都綠了 真戒氣呀 可不是嗎 我女婿可是溫這天下的真被亡啊 哈哈哈哈 就是她 就是她把我手給掰斷的 叶琴艙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致領 你們認識 她是誰呀 她和你是什麼關係 滾出去 這裡沒有你說話的份 致領姐你 滾 你就是葉琴艙的老婆 這姿色 我看 也不怎麼樣啊 那也比你好 你這個壞女人 想不到堂堂鎮北王 娶這樣一個普通的女人 想不到聰明絕頂的血跡大人 會背叛鎮北王 讓我捡了個大便宜 想不到女性孤身一人出現在我面前 你還真是有勇氣 你不怕我殺你嗎 我讀你捨不得 我以前對你的好 不是你赤寵而教的資格 更不是你背叛我的勇氣 你不要以為我真的不敢殺你 葉琴艙 你若殺了我 趙武雙力把就會知道 你死的消息 你竟敢威脅我 要不是我擔心下過動盪 我早就率領著每步 下戰神功 取下趙武雙的手機 說吧 你此次前來有什麼目的 我這次來找你 是來找你的合作 你我之間沒有什麼可談的 不是你死 就說謊 我可以幫你扳倒趙武雙 我手上有趙武雙坑殺三大戰神 與十萬戰部的證明 你當初背叛我 現在為何又要幫我 我的條件很簡單 只要你今天晚上 陪我一晚 我就把關於趙武雙的證據交給你 不可能 怎麼 堂堂這美王 還怕我吃了你不吃 不行 哎呀我的好女婿 你瞧瞧這個女人 一看就沒按什麼好心 是啊女婿可不能給她去啊 孤男寡女共處一室 看你又出什麼事的 你得想想我女兒啊 你說什麼呢 咱女星能是那樣的人嗎 哎呀 清蒼啊你說是不是呀 哈哈哈老公 你跟他去吧 我相信你 清蒼 以前心情不好的時候 你都會陪我喝兩杯 嗯 可是我們已經回不到從前了 從你和趙武雙勾結之時 背叛我的那一刻起 清蒼 我知道錯了 求求你再給我一次機會 原諒我好嗎 李兒 你從事之中 都沒愛過我嗎 我愛的人是趙武雙 她現在是華夏唯一的戰神 而你 如今只不過是一個階下囚 安心去借你的阎王去吧 我的正背包 只要你願意和那個女人離婚 和我在一起 我就把關於趙武雙的證據交給你 我們還和以前一樣 行嗎 你的這個題確實很不錯 但是我一點都不心動 背叛的事情只有一次就好了 我的心裡自始至終只有小雅巴一個人 秦桑 你要了我吧 我以後都會聽你的 你喜歡那個丫頭 我沒有關係 哪怕 我只是做你的情人也可以 不要再這麼作奸自己了 這些年來 你跟著趙武雙受了不少苦吧 趙武雙自從掌權之後 就變得越發荒野無度起來 她背著我在外面玩女人 完全不顧我這八年來 盡心盡力輔佐她的情分 她竟然要娶張青荒為妻 這一切都是你的自作自受 你別忘了 你身上還沾染著我三個土地 和邊境十萬二郎的血 這一切都是我自作自受 你我都是下國的子民 骨子裡流淌的都是祖宗的血脈 你怎敢背叛我們的民族 坑殺我們的同胞 是下國於危險之地 你摸摸你自己的良心 這八年來 你夜夜入眠之時 難道就沒有夢到這些同胞 在向你索命嗎 這是趙無霜 親口承認 坑殺三大戰神 和十萬戰部的證據 我現在把它交給你 我不會告訴趙無霜 你還活著的消息 就算是這樣 在我清算時 還是不會放過你的 我知道 我萬死男子其救 我現在只有一個要求 我要看著趙無霜 親眼死在我面前 好 我答應你 趙無霜給你的這些聘禮 你必須收下 我不同意 我是絕對不會嫁給他的 你跟隨趙無霜這麼多年 難道從未動過心 血跡大人 我已經有喜歡的人 屬下 樹難從未 麻煩你把這些聘禮帶回去 你以為趙無霜會放過 還是說 你早就有了別的打算 比如鎮北王 你怎麼知道 答應了 趙無霜大婚制 便是我們動手之時 皇上 您的意思是 趙無霜大婚制 會有全國之波 那時所有家族都會到場 趙家受驗時 京城所有家族 都已經被我們禁止 趙無霜還打算大婚當日 與境外勢力合作 與別國簽訂條約 表面上打著共享技術的名義 實則是想把下國關鍵的核心技術 交給別國 以此來保全他在下國的地步 該死 喪卻 可笑之情 楚凡 朕北部難被準備好了嗎 一切都準備就緒 只等王上發布好令 必將給予 趙無霜雷霆一劍 我會讓所有人都看到 趙無霜仇惡的罪戀 不要讓他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 我會讓他死在你的面前 也會讓他身敗名裂 關於下國的二十八項核心技術交易協議 都已經理應完畢 只要村上先生簽字 這份協議就會立刻生效 哼 施林 你做得很不錯 我現在一切都離不開你的幫助 你放心 我一定會許你儀式榮華富貴 時間快到了 儀式也已經準備就緒 無霜 該你上場 好戲 馬上就要上場了 勾引戰神 今天是我的大喜之日 感謝各位家主 能在百忙之中參加我和龍門盟主趙清歡的婚禮 在婚禮一世之前 我一項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我與十國簽訂協議 將與外進十國開展技術共享等多項合作 這一切都是為了促進下國更好的發展 接下來 讓我們歡迎十國代表 村上先生 上臺簽進協議 歡迎村上先生 把下國核心技術無償獻給十五 你說這次我該不該簽 把下國核心技術無償獻給十五 你說這次我該不該簽 村上先生您 趙武說 你出賣下國 不知下國人民是否知 你不是村上先生 你是誰 我的好圖兒八年過去了 你是否有想起師父 師父 怎麼會是你 你竟然還活著 趙武說 你可知罪 八年前你一手策劃墓碑之山 坑山下國三大陣神 和十八 其罪等重 你胡說 這是誣陷 胡說 不要掙扎 認罪 你這是什麼罪 我沒有罪 都是他 是他 師父 師父鎮本王 是他在幕後操縱了一切 這一切都是他著使的 他是我師父 我是被逼的 大家看一下這個 是我策劃了墓碑之戰 聯合十大戰神 對抗飛鵬 橫江 雲天 三大戰神 和十萬戰狗 就連我最尊敬的師父 鎮匪王 也被我輕而易舉的設計發現 所有人 都被我玩弄在鼓掌之中 各位大家總聽令 把此人拿下 羅伊 張神虎 還有潘家 你們耳朵都聾了嗎 你們 還有你 你們都是叛徒 胡說 不要再做無謂的掙扎了 投降吧 八年苦心經營 揮迷彈 得道者多主 師道者寡主 你這是自作自受 都是你 我當年就應該在墓碑之陣 當場殺了你 現在說什麼都晚 照顧上 認罪付諸吧 師父 能否看到多年師徒勤奮上 找我一命 天做你 有可惡 自作你 不可惡 就算我同意饒了你 下過的十萬真正貼過而來 也不會同意 既然如此 你去死吧 你這是何苦呢 我這一輩子 做了太多的錯事 最大的錯事 就是錯過你 能死在你的懷裡 我也滿足了 傳令下去 凡與趙無雙勾結 為虎作償者 因罪論處 趙無雙曾經是我最疼愛的徒弟 我對他沒有任何偏骨 一切都是他的欲望在作祟 陳楚凡何在 大人 將陣北部所有灰色產業 全面關聯 將陣北部經營所有的 全部捐出去 用於社會教育 醫療 養老和各個方面 我現在是徐家家主 攀家的大部分產業 都被徐家接管了 我經常在電視裡看到山區裡的兒童都過得很不好 所以我想拿出徐家百分之八十的財產都捐出去 陳立所希望小學 名字就叫 就叫楠楠希望小學 怪不得我那個丈母娘說你胳膊肘往外拐 這要是被我那個貪財的丈母娘知道了 還不得吸得吐血 我趙青歡龍盟盟主宣布 解散龍盟 我將在全國成立最大的安保公司 無償保衛下國各個場所和居民的安全 同時我將拿出我個人百分之八十的資產 在下國各地 以及附近鄉村成立公立福利院 保障乎有所養老有所養 趙家作為華夏第一家族 理應做出表率 我代表趙家捐出趙氏集團百分之八十的利潤 用於降低醫療收費和購放收費的最低標準 兩位低收入人群 提供免費的醫療服務和高額的購房補貼 我也願意 我願意將供補過 拿出我個人的百分之五十的資產 成立公益醫療基金會 和建設低價經濟使用房 你哪來的錢 你的大部分收入都屬於非凡 早就充公了 境外亡我之心不死 接下來我將整頓四方 帥領鎮北都出擊 欠我們的血債 到了該還的時候 犯我下國者 雖遠必住 犯我下國者 雖遠必住 我的小雅八 今天怎麼對老公這麼好 我的大英雄 你此次出征大劫歸來 殺得十國潰不成軍 從此以後下國邊境無憂了 天下興亡 屁股有責 此戰工程其實與我沒有太大關係 是人民發揚了愛國主義精神 團結一致的結果 此戰之後下國五十年無用 我已經卸下了正北王的名頭 大三回來好好陪陪你們 那 要是以後邊境勢力再蠢蠢欲動呢 若有戰 趙碧慧 得夫如此夫婦何求 男男 爸爸是男男的大英雄 男男 爸爸離開這麼久 你有沒有想爸爸呀 想媽媽做夢都喊爸爸的名字 你現在說什麼呢 一姐 現在國家不好政策 要不 你和雲兒再考驗 再要一個 你能為祖父的生態建設 天然交往 我覺得這個提議不錯 哎你 你